各位大家好,如果你是MIRROR粉丝的话,应该都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MIRROR的社交网上 推出了一段十几秒,十一二秒的一个短片 里面就写着是2月的四大惊喜 四大惊喜是什么呢?各位MIRROR粉丝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竟然可以在这么短的十一二秒的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有几位MIRROR成员可能未来2月份都会有一些单曲推出 大家看到的包括有些什么呢?就是最左边的Ian 跟着下去的是Alton 第三就是中间的AK 第四就是Anson Lo 第五就是Jeremy 相信大家应该是满心期盼 因为之前也有二年讨论 Ian 的粉丝自从搞不懂那首歌开始 到现在都接近半年了 就在这里觉得 为什么Ian 还未有新歌推出 大家都等到颈子都长了 我相信也不止是Ian MIRROR的还有很多位成员 其实都未出这单曲 但我很信任MIRROR的经理人以及制作部 拿着这十二张这么好的牌 一定会好好善用 所以我都非常期盼 究竟他们会出的歌 究竟是什么呢? 甚至有些眼里的朋友 甚至看到他们的跳舞老师 Rock Sir 在社交媒体里面 就出了一段视频 就是留言 新歌就快排起 标注就是AK和Alton 于是大家就不若而同去猜 会不会是AK和Alton 会有一首合唱的歌曲呢? 如果不是的话 怎会一起去编舞呢? 但无论如何也好 我相信大家真的等了很久很久 尤其是MIRROR的粉丝 我做这个频道就知道 制作不同的MIRROR成员影片的时候 当然各有捧场客 但不能否认的就是 姜濤的确是 无论是点击数 认评论和分享出去的频率是最高的 很明显地 这12个成员里面 似乎姜濤是 较受欢迎的 我想这一点都 挺难去否认的 亦都有一个留意 就是什么呢? 不如别说留意 先去看一看那段影片 因为我见到大家既然这么厉害 即是可以看到他们五个 我就自己试试 是否真的可以看到 于是我就 拿了一段影片 于是我都放在iMovie里面 然后就把这个速度 调到最慢 刚才说了11、12秒 不好意思 现在看看这段影片 如果变成一个慢的镜头下 又能否找到这五位MIRROR成员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放大一起看看 这张眼睛 是属于Alton 还是属于Anson Lo 是个嘴 的确是个嘴 但是这个嘴是属于哪个呢? 是属于这五个人里面的哪个呢? 真是很难猜 这个嘴又清晰一点 有点像AK 手指又很难判断 继续看下去 这张眼睛有点像Anson Lo 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Germary的嘴 我刚刚看了Facebook 的一个首饰广告 也拍得很漂亮 海豹 比较属于哪个呢? 五个里面 这个很明显 这个发型一看就知道是Germary 所以你们找到你们的偶像 我觉得真的超厉害 首先看一看MIRROR的粉丝 你们真的超厉害 从这些比较碎的片段里面 你都能够赴到你们五位的偶像 我觉得是非常之厉害 说真的 五个里面 其实我个人 我比较喜欢Ian 因为我觉得他不单是唱得 亦是好作得 他亦是很特别 之前也有一段影片来分析他的声音 我都可以放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另外那两位 可能我自己个人不太熟悉 例如Alton 或者Germary 我都很期盼他们的新歌 AK相对比较熟 以及Anson Lo 就相对比较熟 刚才是说 很多时候 似乎姜濤都占了一个比较出的位置 我记得之前 当我去做某些影片的时候 当我提到MIRROR 或者星梦的时候 当时有些观众 在留言上 都会不客气地批评MIRROR 当然 你不能主观地认为 属于星梦的粉丝 对他们来说 很不公平 但是 无独有偶的就是 当我制作类似题目的影片的时候 总会有些留言 对MIRROR12子个别 或者整体来说 都有一些比较人生攻击的描述 但当我去到后期的时候 我制作 譬如姜濤的影片 甚至MIRROR的影片 基本上 没有一些不客气 或者不太好的说话 因为你知道 YouTube 有一个功能 帮我过滤 某些内容 不太好 支持的回应 某些 他自动帮我 添加 某些 他要我去审批 可否刊登出来 但当我制作 姜濤和MIRROR的影片的时候 我发觉大家都非常客气 非常有利 非常理性 非常正能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制作他们的影片 所以这个当然是开心 反映了MIRROR和姜濤的粉丝非常有质素 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天 当我制作某些影片的时候 特别提到 12个MIRROR的成员 实在一个也不能少 是没有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行 因为里面 是胜在着一个MIRROR十二子 是不可分割的精神 我们12个是没有办法解得开的 在姜濤心目中 是很爱MIRROR的群体 但是在个别的留言之中 的确有朋友带出一些想法 就是 似乎对某些MIRROR的成员 不是那么客气 所以在这里看上去 我都很心痛 当然 我相信姜濤也会更加心痛 因为外人如何去看他们十二子 如何评价他们十二子 是谁受欢迎 这些是外界的看法 我觉得是很难避免 如果你是广告商的时候 十二子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起姜濤 因为想起Anson Lo 是似乎 因为他们是比较出的 还有他们正如某些网友描述 在《造星》的整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看到姜濤是很努力 以至于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亦都说他能够拿到冠军 所以他是 deserve 拿到那么高的 honor 那么高的榮譽等等 这个当然是不能够否认 但是同样地我觉得 如果站在支持姜濤 或者支持MIRROR的角度来说 其实十二个成员 哪一个人去推出单曲 或者哪一个人能够接到一些广告 又或者哪一个人能够参与到一些电视制作 其实都是要为他十二个人一起感到开心 因为我们是不能够帮他们去界定 谁好些谁不好些 这个可能是广告商一些投资者 他们会有这样的取态 但我觉得如果你真正爱MIRROR 你真正爱姜濤的话 是不适宜去说一些的话 以至到有意无意之间 至少间接地的 side effect 是好像分化了他们 好像离间了他们 我觉得是不好的 而我相信姜濤都不希望大家是这样的 尤其是他们十二子的兄弟情 是这么好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 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觉得他们不是真正爱MIRROR 不是真正爱姜濤的 因为正如姜濤所说 十二子是不能够戒开的 他们真的是一个整体 所以如果要支持的话 是真的一定要去支持 要整体有什么去支持 所以在这里也很看他们开心 因为我们都等了很久 等了这十二个成员的个人作品 当然正如之前所说 Stanley、Frankie、Logman 也参与了IT9的拍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响 其实ASMIRROR的粉丝来说 应该是为了这件事感到开心 虽然坦白说 十只手指后长短 也很难避免某些成员 因为受欢迎的程度较高 以至能够得到的机会较多 这是不能否认的 正如我昨天看了一段YouTube影片 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段影片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看 YouTube频道是属于张宝华 之前是做新闻出身 之后她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昨天看了她的一段影片 我觉得还蛮好 亦可以与MIRROR有少少联系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宝华昨天提到 其实父母未必需要将子女一时同仁 未必需要几个子女 他们所得到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可能有个别的兄弟姊妹 她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是比较高 以至父母可以就住她在那方面的长处 然后再给她多一点的供应 又或者是一些支援 例如当你有三四个子女 其中一个可能读书比较好的 另一个可能是打比音波比较出色 第三个可能是音乐比较出色 而父母应该就住她们不同的能力展现 以至给她们不同的支援 例如读书比较好的 可能给更多的支援 可能在学术方面能够令她更加可以进心 如果打比音波比较好的 可能是读书变成不是主要的东西 可能是重点培训她在比音波运动上的能力 音乐方面亦如是 所以很难说要绝对地公平 我觉得是对的 同样地套到MIRROR那里 其实都很难叫做绝对地公平 因为十二指真的十只手指又长短 大家的能力分布真的很不同 正如Stanley的演技 都得到鲁廷辉 又或者杨宁慧的赏识 无论Stanley 或者Frankie 都会得到一些人体得见 以至加以赏识 同样地好像Ian 他能够既唱 又能够作曲 我又见到他这方面的能力才华 我又会喜欢他 而同样地如果见到Anson Lo 他能够歌善舞 又或者Alton 他那种Rap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AK那种比较Rock and Roll的风格 你见到他在那方面的能力 Jerrie那种比较书卷气息 比较强一点的感觉 其实每个的成员 他们的能力都很不同 以至到是真的很难一把尺去量度他们 就是说你Rap 比较厉害 所以你就是最厉害的人 又或者你跳唱能力最高 又或者你演技做得最好 因为大家的能力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在现阶段的时候 其实现在的经理人公司 也都尝试放他们在不同的位置 去有一些尝试 正如姜濤 上年可能比较主力去做一些音乐的时候 而今年公司也都安排他们 参与多一点电视剧的拍摄 以至到在戏剧方面 亦都能够再加以发挥 其实就是说现在每一个的成员 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都有一些不同的崗位的尝试 这一点是非常之值得庆何 是非常之值得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MIRROR的精神 所以身为MIRROR的粉丝也好 或者是身为姜濤的粉丝也好 我相信我们也是充满正能量的 我们也是会为了自己的偶像高兴之余 年代的十一位成员 如果他能够拿到好成绩的话 我们也是拍烂手掌的 正如父母 你不会因为那个人读得输 于是你就拍烂手掌 但另外那个人可能在音乐方面强一点 你就觉得他差一点 又或者是觉得读书那个是最好的 那么你可以有自己一个的牌位 这个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但是却是未必有需要 去有一些的说话 是令到观众会觉得 好像在分化他们十二个 至少我想在他们的心目中 另外那十一个都是他们的兄弟 都是一起去在这条比较难行的娱乐圈的路上 继续一起去打拼一起努力的 所以希望二月的时候有这五指的亮相 去到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我们都可以继续看另外的七位成员 都在不同的娱乐的崗位上面 能够去发光 能够去发烈 我相信身为MIRROR的粉丝 是很开心见到这一件事的 所以希望大家日后留言的时候 都小心 因为 没有想过 可能有一天你的偶像 不小心在YouTube看到 某一个频道 某一个朋友的留言 反而那句话可能会伤了 他的心都未定 亦都伤害了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未定 很多时候都是要比较小心 不要好心做坏事 我相信大部分喜欢MIRROR的朋友 都是支持他们 只不过有时可能 那个表达方式 都是要想一想 如果是偶像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 大家不要介意 这是一个温馨小提示 同样地也祝福二月四大惊喜 这五位MIRROR成员的歌曲 都是更加受欢迎 在乐坛上 亦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